殿下 免礼 孙大人此次进京述职 可是天徽帝 对你起了疑心 殿下放心 下官谨言慎行 陛下并未有丝毫怀疑 微臣乃殿下之恩 我们折服许久 时机已成熟 可按计划行事 臣日盼夜盼 等的就是这一天 南疆旧部 是我复国主力 你带领兵马 兵分三路 分别进京 明白了吗 臣遵命 南疆与北历接壤 与西丘临近 这么多年来 正是因为有了 孙大人的镇守 边疆的百姓 才得以安宁 我怕他们听到了 什么消息之后 便会趁机来返 殿下放心 南疆关口血药 臣有重兵把守 即使精锐的部队进京城 这两罐来饭 也吃不到什么好果子 西丘和北历虽然交好 但是为防天徽帝的耳目 实际上并没有接盟 更没有签订条约 他们同床异梦 各怀鬼胎 成不了大气候 殿下所言即逝 一切就有劳孙大人了 殿下严重了 能够协助殿下光复大业 重回正统 也算是对得起 仙虎的恩德 是我将龙非也变成毒蛊人 如此身仇大恨 他定不会原谅我 而芸汐又是我的女儿 这段孽缘 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 这些事 又何必让他知道 情感和仇恨是两回事 你能弄得了我娘吗 西州与北历已结成同盟 楚清歌入宫的目的是 谋害秦王